K1 K1其实也没得选 刚才第一个圈里面 它可选的空间还蛮多的 但是这圈往南边稍微给了一点 他们就赶紧把自己的车头 调转往南去走了 但是走的速度肯定是没有 原本就在南边这些对方快的 所以进来的话 应该是要稍微的试探一波原住民 是 因为K1它虽然说是一南一北 能够很好的铺开 但它那都是一些偏左侧 偏西部的位置 全形它向东南切了 周围刚好有着在老工业区上来 卡着专场周围高点的VS战队 这对于K1来说 就是一个很难去逾越的鸿沟 我们看看这里的地形 都是一些岩石块的山体结构 这种样的地形 也是很难用再聚取直接翻越的 来看一下这个圈 同心员 好好熟 非常的熟悉 因为第一场比赛 也是有大量的同心员 连环套脸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这样来的话 其实问题又留给了圈边的队伍 尤其是南部这里 囤积的队伍数量比较多 首先要可能比较难受的是K1 但是来看看这边 狼队 随旋冲 野涛在外面挂后 狼队这里打的是比较果断 其实还要拥有着高点 慢慢去观察西西的权力 先被魏无线放倒了 这里自己往前冲 是很难受的 季航过来 小补枪先放倒了魏无线 反身一看 而且另一边刃也拿下了野桃之后 现在狼队已经在两个角度 各自拿下了击倒 那对于一波外来者狼队来说 这一波进攻啊 节奏打的是不错 甚至还来得及去服一下居民 北渊 北渊在掐头之物 大家先不着急 要等这个火先灭掉 但是北渊换了一个位置 跳下来 北渊只能往后撤了 这个时候率先的贸然来到地楼之后 反而让何将没有办法 去很好的帮助他 互丢 互丢 这里双方都烧到了 互相能烧到 但是狼队友 队友何将他只有自己 炸倒了 伊克雷放倒了刃 现在狼队友觉得 是时候得去缓一缓了 先把队友先扶起来 已经完成了一个四打一的局面 就没有必要再去 多付出一个人的风险和TC 他们也闻着这个味道 来到了这里 对 本来TC所待的那个防区 他就不是很好 所以他肯定先往圈中去抢点的 有架必须过来劝 看到了七枪行 七枪行完全没有任何的埋伏 一波对向 带着七枪行 他也和上自己的队友 先反打了对面 可是何将他找到了一个 刁针的角度 一梭子按到底 瞬间放到两人 他看来TC与4M有着合力 去轻搅整个狼队的机会 何将自己一个人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面对对面的突然袭击 居然也拿到了四个淘汰 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四连枪王 但对于何将来说 眼前的考验还是比较大的 毕竟刚刚能找到一个 反败威胜的机会 也是因为TC的突然到来 而现在只不过是 由面对狼队满边 换成了TC而已 但是这边 何将又摇人了 难道又有一支战队 感应到了何将的存在 ST已经拉到了四面八方 但对于SC来说 他肯定不会像TC这样 我撞过来去抢你的点 因为他所在的位置 本身就比 这个TC所在的原始点 要好很多 对 他有高点位 那何将虽然最终被轻掉了 但至少也是为团队 额外的拿到了太多的淘汰 拿到了整整四个 是 这已经是非常极限了 而ST可能也是 看到了TC对标 应该还是一个 四人健在的情况 暂时没有擅举妄动 因为毕竟自己本身也是有着不错的点位 刚刚自己是为TC去提前放开了这处高山 我相信苏南应该观察到了这个信息 对于TC来说 就是从北边被ST高点看管 换成了往圈里一点点被ST看管 反正是换了一个点 但是所处的情况好像又大差不差 对 就这里ST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托儿所 TC作为宝宝位 对啊 位置倒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圈星也是眷顾着他们 那这个回切啊 实在是让还在蓝圈绕行当中的天霸 两眼一抹黑一斑 但终于给了一个切脚圈了 那这样就让在西北边的AG稍微缓了一口气啊 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 还是会让一开始的原住民比较的有力吧 Showtime啊 包括像AG VS这一些 因为圈形有过一次同行员 而且在西北角和东南角各自来了一次切边 那这样一晃 还是会让这些原住民 相对来说不用受到太多的转移困扰 ST这里就不能在北边太放松自己的心情啊 过点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让队友帮着架一下枪啊 因为 因为 嗯 天霸 天霸距离这个圈 距离还是比较遥远一些的 所以现在要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K1 K1这里兜了一圈 3-3没有出枪 应该是告诉自己的队友 是 准备埋伏住 对 人就在我的脚下 基本都点出来了 队友的位置有些散啊 刚刚看到队友是踩落位 刚刚拉到北边去 是不是准备接上前方的队友位置呢 那现在对于3-3来说呢 不要贸然地冒出信息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是的 是的 现在阵型其实已经被穿插开了 不管 看到了炸宝 要不要打 要不要打3-3 打了 出枪了 这里最终是放到了炸宝 那这样的话 人数差率先打得起来 而且炸宝完完全全是被包夹住 这里被补掉 应该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对 对 这时候必须要摇队友过来会合了 刚才可能还是在犹豫在观望 现在对面倒了一个人 这部架必须要肃清 先集结 在安全的方向 可以朝这3-3的位置上去贴 这样能够尽由3-3的听力 去确保出一个安全的路线 是 3-3自己一个人锁在这个位置 其实有两个人的 一个在围墙 一个在房里 所以他不能在这个房里面酒呆 这个炸宝 烧到了 成熙这里 碾了一下炸宝 这种蔓延的伤害也是直接 在连打逮捕掉了Passion 那3-3 率先拿到了两个淘汰之后 已经面对的平板积累了很大的优势了 这把K选了非常快 进一步三连暴走的3-3吗 还剩最后一个 直接过来集合 你敢知道了 在头顶 能确定声音了 这个时候不着急 先骗一骗对手的投掷物 只剩一个对手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再装架 太多的东西 成C 保持了第6周第7周以来 良好的手雷手感 利用自己手中的投掷物 拿下了最后一个淘汰 是 也好被老哥们猫猫给放倒了 G Team起飞 降落到JD的头顶 86上去比赛状态 相当好的86 东东这里先连打逮捕掉的 G Team的一员大将 记得 两人顺时间都被放倒了 记得在昨天也是发挥最亮眼的一名选手 但面对着JDE 在这个防局比较立体的埋伏之下 JDE的这一波落伞 可能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 YDD 位置也是完全的暴露出来 放到一个以后 应该不好补掉 翻窗出来 这个时候就 对 他如果要是翻到后面这个围墙的话 就算不被JDE打到 ST也会限制他 而天霸 本场比赛的倒霉蛋 本身就选择了较慢的一个绕边打法 又吃到了最不利的一个西北切的他们 应该是要做好与TT打一波灭亡团的准备了 怎么这么像海岛地图的老CP呢 M城的你与N港的他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两支队伍 但还是要来看一下战况如何 这里给王子吓了一下 完全不敢服队友了 自己也倒了 这白小纯给王子来了一波大礼 先是燃烧屏放到一个 又直接对掉了阿杰 却非常的极限一波对枪 那这样的话TT可只有King了 华尔在底坡 但是对面是在另外一个侧面的反鞋 旁边还有其他人枪下的干扰 没想到天霸这一波 从劣势点位绕出来之后 打得倒是十分的顽强 还剩下顾计局最后一个单兵 可两辆载具都不是很理想 天霸这真的还有位置可以待吗 顾计局再往北边 还有一点点的小坑可以待 那现在是有点寄人篱下的状态 就纯看RSG有没有这个想法 想要去提前的倾塔 但无论如何 恭喜Flower Z拿到了1700淘汰的里程碑 希望这里是RSG追分历程的 良好开端 现在就只能往后坡去撤 好在是有一些投掷物的 现在对于GG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就连打逮捕一个 但你看这个距离还是挺远的 而且我们看小地图 STE马上都要看到GG了 这没办法了 派达星直接收掉了GG的分数 苏州天马的积分榜 来到了110 离绝稳的120分数线 也是只有一步之遥 还差10分 呃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右边的这个积分情况啊 山东showtime成都A级 广东A city这家RSG 全部都在场上 这一场比赛在54青年节逆袭的青年 可能也是沙漠地图的底色 是沙漠地图的旋律 RSG速度非常的快 他知道想要在自己的东边全部塑青 是必须要踩在ST的头顶上的 而且他们也率先抢占到了这个高点 那么这个高点之声 哦 先是由张建辉的一颗手雷 打开了 突破口 局面 位置非常好 前锋一些烟 那这里 一定要快速啊 闪电再踩在头顶 嗯 其实这里封了一些烟墙的话 可以 就是再大胆地过来丢一些投注 我这里RSG还是表现的较为谨慎吧 是啊 毕竟可能因为ST是远道而来 RSG在这个信息模糊化的版本 没有那么好的去直接收集对面的信息 他不确定这里来的 到底是一方什么样的编制 我感觉 RSG现在地底和格子撤到了南边防区 他选择不去限制ST 不打了 哦 以及当然不要忘记 还有这片南部地狱模式的新山城 是 刚刚程序里 是 有着大量的拥挤的战队 现在他们被迫被圈星排出来啊 VS的人数不错 可是面对着 已经来到马路对岸 反卡着他们的show time 这个局该怎么破呢 眼前只有一些非常狭窄的围墙 这在未来甚至是要进入burn 以及君墨等人的手雷投掷范围的 是 就现在蓝圈只要不逼过来的话 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对于君墨 他已经在这个位置埋了挺长时间了 他是能够观察到VS的情况的 但VS对此应该是不太知道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暗子啊 对 就左右看 不是先打左边还是先打右边 就左边右边的风格不太一样 show time可能是要跟他玩一个刺激 而AG ACT更多的是像摆着一个名牌 这里已经是 非常紧密地布了数个立体的枪线 再来看一下这波吧 ST还是 因为ST它的进攻性是比较强的 弟弟一颗雷炸到了派大星 还可以 这波架的话其实他迟早都是要打的 这是对刚刚格子的这一颗手雷做出回应啊 其实RSC一直保持一个满边的情况下 但现在竟然被ST给反压回了高点了 这样对于优势点位的 先出枪打了一个 雪狼很残 还有人 尾头先至 又传了一个 但这里的话花痴补枪速度还可以 这苏蓝的黑打星 但是自己的枪线在这个距离上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黑打星 切枪以后没有顶得上Flower Seed的输出 这一波虽然一开始失去了高点 但最终还是打的有惊无险 是 再来看一下这边 防区大战仍然还是要打呀 这六向是 胆子真大呀 看着这颗雷还往回走 被G9的火焰给烧到 但是SUTAM这里有 这个攻击力非常强的武器啊 这里先把小文直接打一跳 杨摩罗就喷着往前 就是冲 冲火等不及了 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呀 刚刚关了一颗门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禁点上的鞋同 是 还好还好啊 SUTAM这里是 把这片防区给拿下 而且把人扶起来的话 仍然编制还可以 但好像还是让对手硬补一个 有点小亏了 不得不说 有点没必要 因为刚刚就两个人 没有完全跟上门是关着的 来看一下AG AG应该是想要收一收分 因为他们毕竟这个人员编制数量并不是很好了 现在再往圈里走的话 低点位太多不好扎 是判断可能对手在靠后方的围墙 先排掉了烂尾楼出来的这个位置 对于AG来说 现在剩余的编制也是只有成C了 是的 刚刚肯定是服不了了 现在成C就尽量能多打一分 试一分对面是需要过马路来的 这里有烟 成C先躲一波 爬地 看能不能打到 没有子弹了 赶紧换一个 左边放到一个 但是有仰慕 这回有配合有补枪 是 毕竟这个时候 听到成C赶来的声音已经比较久了 那我相信show time 是一定能够意识到的 那对于成都AG来说 又成为了逆袭四小强当中 在这场比赛 较为早被淘汰的一方 分数定格在了48分 那来看一下 逆袭小队2号和逆袭小队3号 是 这场比赛 还有着这些cow战队 就往这个墙边 脚下降的 你先来看一看合将 他的淘汰数从0到4 是怎么做到的 轻炸一个 找到很好的位置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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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完美地拿下了一出四连枪王 这真的也是耐心地 等到了广州TC的到来 让蓝队陷入了一个措手不及 陷入两难的境地 就可以说是教科书般的借力打力了 是 可能说独狼啊 他为什么不着急开枪 合将这就是一个案例 他需要去等待着一个更好的 能够让自己去发光发热的 那样一个天赐的良机到来 来了 追分小分队 2 3 4号全部撞在了一起 就卡在这一个角落啊 场面又似乎带着一些残忍 追分的三小强最终 只有意志能够脱颖而出 但是 率先被夹在中间的队伍 他是最难受的呀 来看来 RCG也从北边 直接插到主战场当中 他是觉得很残 瞄到了Burl 但Burl的武器是非常好的 那难道是分输最低的这一个小强 RCG要够逆转吗 Burl 这个时候没来得及补掉Flover C RCG保存着满边的编制 Flover C拿着七个淘汰 应该是要跟广州TC 打一波决赛圈的四打三了 对于TC来说 这场比赛 似乎一直在圈中 做一个等待 做一个折服 是迫切渴望逆袭 目前积分垫底的小强RSG 对阵上135分 气势如虹的广州TC 可能逆袭与否 就在于能否从目前 积分第一的战队上 取得胜利开始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大家的物资篮啊 因为RCG打的架实在太多了 所以他没有手雷投注 也没有央舞弹 可以在这个圈去 尽量通过手雷打开突破口 包括去隐藏自己的身形 现实最终非常的残酷 RCT 虽然看起来人数较多 但无论是地形 还是载距 哪怕从投掷物软引体来说 都十分的困难 对 现在这里 有一个小空投箱 可以暂时 做一下遮挡 感觉瞬时间就被削残了 滴滴在另一个角度也被放倒 对 太难受了 RCT他的这个位置也不好 RCT应该没有什么载距 他这里也基本上都是一些烈士对枪 闪电冒头之后 还被释怀灵活的一趴 给直接躲掉 配合着侧面的一个枪线 闪电在近点也被拔掉了 而另一边雷仔照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能够看住 FloraC的侧翼 此时此刻格子已经摸到自己头顶了 马上就要相见了 应该是感知到了 旁边有北戴架枪 不慌 TC的枪线太好了 太立体了 就近点位 一旦健康值残了以后 我就往后面一躲 等着队友在侧面枪线补上以后 TC一点一点的运用枪线 就是会把RSCG逐渐的蚕食残尽 还剩华池 华池刚才没有看错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爆炸裂弓 最后三连包走 又是熟悉的决赛选反打 让我们恭喜广州TC 收获了今天第二场沙漠地图的胜利 可怕的一点也在于 季后赛的三天广州TC沙漠地图的鸡